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在停车场被绑架 警方在停车场发现了血迹和他的钥匙 血迹从他的车延伸到嫌疑人的车旁 1995年1月13日 猎人们在奥扎克国家森林的一条伐木小道上发现了他的裸尸 警方表示他被勒死并抢走了珠宝 纪录片导演德文帕克斯还跟随侦探们追踪一个关于当地当地连环杀手的线索 Yahoo US 报道 著名演员扎克·埃富隆在西班牙度假时发生了一次轻微的游泳事故 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 并于次日早上出院 埃富隆在Instagram上向粉丝们报平安 表示自己健康快乐 感谢大家的关心 埃富隆在西班牙期间还参加了 DJ马丁加里克斯在伊比萨岛的演唱会 并在现场与加里克斯互动 带动了观众的热情 埃富隆最近的作品包括Netflix电影 A Family Affair, Ricky Stanicki The Greatest Beer Run Ever和The Iron Claw 他还将出演A24的电影Famous 在该片中饰演两个酒色 电影迷兰斯·邓奎斯特和好莱坞明星詹姆斯·詹森 电影讲述了兰斯的故事 他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是个失败者 单场地向电影明星詹姆斯·詹森 并决心前往洛杉矶实现自己的梦想 US报《龙之家族》第二季即将结束 粉丝们可以重温整季剧情 或者与其他观众在线讨论 甚至重看《权力的游戏》 在等待第三季的过程中 媒体整理了一些龙之家族演员早期角色的照片 比如爱马达西 在Netflix的《Wanderlust》中饰演了六集的角色 而马特·史密斯则在《The Ruby in Smoke》中首次亮相 奥利维亚库克在迷你剧《Blackout》中获得了他的第一个荧幕角色 之后在Bates Motel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他演员如汤姆格林·卡尼 伊万·米切尔·哈里克莱特和伊弗·贝斯特等 也都有丰富的早期角色经历 他们在龙之家族中的表现为聚集增色不少 《Guardian》报道中 阿森纳在上赛季以微弱差距曲曲漫程之后 本赛季希望能够更进一步赢得英超冠军 尽管上赛季创造了多项巨额部记录 包括52场比赛中的35场胜利 但在4天内接连输给阿斯顿维拉和拜仁慕尼黑 最终无缘任何奖杯 这对主教练米克尔·阿尔特塔和他的球员们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新赛季带来了新的希望 一直年轻而有经验的阵容有望跨越终点线 阿尔特塔经常谈论赢得最高水平奖杯所需的微小差距 并希望他的球员们能够利用他们的失望作为动力 自2004年无敌舰队以来 首次赢得英超冠军 阿森纳的防守将得到意大利后卫里卡多·卡拉弗里的增强 而中场的最佳组合仍需阿尔特塔确定 凯·哈夫茨在新年的出色表现 也暂时平息了球迷对牵下一名前锋的呼声 阿尔特塔知道他的球队有能力更进一步 南华早报介绍了一个受欢迎的历史播客节目 You're Dead to Me 由糟糕历史的历史顾问格雷格·詹纳主持 这个节目自2019年推出以来 已经进入了第八季 并且每年都赢得了播客、广播和喜剧奖项 詹纳邀请一位喜剧演员和一位顶尖历史学家 用简短的半小时聚集 有些特别聚集长达一小时 探索历史人物和事件 詹纳的呼谐魅力和广播但轻松的知识 使这个节目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既能满足成年人的兴趣 又有足够的幽默和奇异性吸引孩子们 节目涵盖的主题也很吸引年轻人 比如亚特兰蒂斯、巫术、功夫、足球和冰淇淋等 推荐的一集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由历史学家迈克尔·斯科特和喜剧演员 沙皮霍尔·桑迪参与讨论 Yahoo!US报道中 费唐纳威在HBO纪录片《费》中 分享了她与双向情感障碍和酗酒斗争的经历后 感到如释重负 这位奥斯卡奖得主表示 她深入挖掘了自己的经历 揭示了她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的一些最私密的挣扎 她说 宣泄是一个很好的词 这确实是一次宣泄 这部纪录片探讨了唐纳威的双向情感障碍 如何影响她作为演员的声誉 以及这种状况如何影响她的艺术创作 唐纳威的儿子利亚姆·奥尼尔 和导演劳伦特·布泽罗 说服她讲述她的故事 并在今年五月的杂纳电影节上首映 奥尼尔表示 我们想讲述一个不是浮夸的故事 不仅仅是好的部分 必须涵盖一切 唐纳威同意了 因为除非我们谈论一切 否则这不是真实的故事 Yahoo US 报道 梅根·马克尔在接受CBS采访时表示 她在公开讨论自己自杀念头时 还有很多未曾提及的内容 马克尔坦言 经历过痛苦或创伤的人 公开谈论这些经历是治愈之路的一部分 她在2021年与奥普拉·温福瑞的采访中 首次公开谈论自杀念头 当时她感到非常羞愧 不敢对丈夫哈里王子和家人 说出这些想法 尽管这个话题依然敏感 但马克尔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 能够支持那些 与自杀念头斗争的人 并鼓励他们寻求帮助 如果她的声音 能够拯救某个人 或者让某人 真正关心自己身边的人 那她愿意承受一切 Yahoo US报道 美国选手诺亚·莱尔斯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中 以极其微弱的优势 战胜了亚买加选手机上汤普森 这场比赛的终点照片显示 莱尔斯的胜利是如此微小 以至于许多人误以为汤普森获胜 NBC的实况解说员 在比赛时甚至宣布汤普森为胜者 最终慢动作重播 和照片证实了莱尔斯的胜利 这一结果引发了观众和媒体的热议 许多人批评NBC过早宣布结果 但也有人理解 在如此激烈的比赛中 肉眼判断的误差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 这场比赛仍然是一场 令人难忘的激烈对决 Telegraph报道Channel 4的彩色泰坦尼克纪录片 通过彩色化的照片和影像 重新讲述了泰坦尼克号的故事 尽管詹姆斯卡梅隆 1997年的电影泰坦尼克号 已经深入人心 但这部纪录片 依然以其结构严谨 和呈现方式新颖 吸引了观众 纪录片不仅展示了 泰坦尼克号的建造和航行细节 还通过乘客和船员后代的讲述 怀原了当时的情景 影片中提到船员 西德尼·丹尼尔斯在冰山撞击后 紧急疏散乘客的经历 以及学生弗朗西斯布朗拍摄的早期航行照片 这些都为观众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感受 南华早报报道 英国跳水运动员汤姆·戴利 在巴黎奥运会上 与诺亚·威廉姆斯合作 勇夺男子双人十米台银牌 这次比赛 他的家人包括孩子们 都在场见证了这一特殊时刻 戴利表示 重返跳水赛场的一大原因 是希望孩子们能看到他的比赛 戴利与美国编剧兼导演 达斯汀·兰斯·布莱克结婚 两人育有两个孩子 布莱克是一位备受赞誉的编剧和制片人 曾凭借电影《米尔克》获得奥斯卡奖 他也是LGBT权益的积极倡导者 戴利和布莱克目前居住在洛杉矶 他们搬离英国的原因之一是 布莱克认为英国政府应向他道歉 因为他曾被错误指控袭击BBC主持人 泰迪·爱德华兹 但案件在2023年被驳回 戴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这一过程对他们全家来说是极大的消耗 《卫报》报道 美国短跑选手诺亚·莱尔斯在男子100米决赛中 以9.79秒的成绩 险胜亚迈加选手机上汤普森 仅以五千分之一秒的微弱优势夺冠 另一位美国选手弗雷德·科利获得铜牌 南非选手阿卡尼·辛宾排名第四 莱尔斯在2022年赢得世界哪百米冠军后 立志成为全球明星和影响者 他在2G023年布达·佩斯世界锦标赛上 赢得三枚金牌 并参与了Netflix纪录片《冲刺》的拍摄 比赛开始前 选手们被介绍给7.5万名观众 莱尔斯和科利得到了最大的欢呼声 英国选手路易·辛克利夫和查尔内尔·修斯 未能进入决赛 辛克利夫表示 这次经历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而修斯则因腿筋受伤影响了他的表现 Yahoo!美国报道 密歇根大学教练谢罗恩·摩尔 因涉嫌违反NCAA规则 涉及不允许的侦查和偷标调查 面临指控 消息人士透露 摩尔被指控在调查开始时 删除了与康纳·斯塔利恩斯的短信 斯塔利恩斯是一名低级别的招聘人员 负责协调校外的高级侦查工作 NCAA建议对摩尔进行二级违规处罚 并能够恢复他与斯塔巴利恩斯之间的消息 摩尔在吉姆哈勃离开密歇根大学后 被提升为主教练 哈勃否认对侦查系统有任何知情 NCAA总裁查理·贝克此前表示 密歇根大学的全国冠军是公平竞争所得 斯塔利恩斯将在Netflix纪录片标志窃贼 首次公开讲述此事 摩尔和密歇根大学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指控 因为这是他们在COVID-19 死记期的招聘违规调查后的重复违规 美联社报道 纽波特爵士音乐节迎来了第70周年 尽管天气炎热、潮湿 仍吸引了约10,000名观众前来参加 这个位于罗德岛沿海的音乐节 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音乐节之一 也是全球最大的多日爵士音乐节之一 今年的表演者包括埃尔维斯·科斯特洛 梅谢尔·恩德格奥·切洛 Dinner、Party和萨玛拉·乔伊等 自音乐节创办以来 曾有马迪·沃特斯、蒂托·普恩特、 艾萨克·海耶斯和迪奇·吉莱斯皮等 著名音乐家登台表演 吉莱斯皮在1957年还在音乐节上 录制了一张现场专辑 今年音乐节的三天门票均已授庆 每日电视运报报道 曾经的童星海利·米尔斯 在78岁时重返好莱坞 参与导演M.奈特·沙玛兰的新片《陷阱》 米尔斯在60年代 因出演一系列迪士尼电影而成名 最著名的是1961年的《天生一对》 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脚 尽管他在儿童时期的演艺生涯非常成功 但长大后却难以在好莱坞找到合适的酒色 尽管他在剧院和电视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 沙玛兰邀请他出演FBI分析师 约瑟芬·格兰特博士 这一角色需要他从退休状态中 被召回去追捕一个连环杀手 米尔斯表示 这次重返电影拍摄现场 让他感到非常愉快 并且非常感激沙玛兰的指导和支持 每日电讯报分析 算法生成的情节正成为电子游戏的下一个前沿 将彻底改变叙事方式 电子游戏从最初的简单像素游戏发展到现在的复杂3D模型 叙事能力也随之提升 近年来 随着电子游戏成本的增加 小型开发团队开始尝试使用程序化叙事 即通过一套规则和算法 生成情节和九色互动 这种方法允许玩家在游戏中 做出无数个小但重要的决定 从而创造出独特的个人故事 比如矮人要塞和荒野传奇等游戏 通过程序生成的世界和九色关系 为玩家提供了独特的游戏体验 尽管这种创作方式浪费了大量的写作和开发资源 但它让故事感觉更加个人化和真实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美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大约的队伍 Wave last paced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Good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can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fire everyday Great dragon roars change the course Logic s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 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thei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 strength i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t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East meets west at knowledge door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t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Kina's power demonstrates The American identity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поближе Bednego